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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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曾回的 女儿家 提笔讲着 时间话 回眸一刹那 偏巧遇见他 从此后心事 没听着喧哗 万事逍遥自在身 他却在心上落痕 怎奈爱越险越深 携手一路不红尘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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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画下一圈圈绵乱 常向厮组醒生人 公子刚才说的 都是真的吗 那是当然 谁 公子 肥哥传书 下去吧 是 此玉牌 确为公主信我 原来还真是的 你在想什么 我们是时候出发了 给你一次报仇的机会 小夕说 你给我等着 你看 铁儿走后这几日 息若也跟着憔悴了不少 整日食欲不家不说 我连笑容都少了许多 最近家里事情多 这夫妻俩 也被折腾得够呛 现在铁儿离家了 息若肯定是会担心他的 真是苦了这俩孩子了 还有我那孙儿 老爷 老爷你放心 等彬儿呢 顺利解决了此事 息若 一定会平平安安 给咱们诞下孙儿的 公爷 什么事啊 冒冒失事的 公爷 宋公子 他又回来了 这是他的败帖 这 这不刚走吗 怎么又回来了 这次不一样 吩咐下去 迎客 是 不是 什么事啊 公爷 他这次过来 目的为何呀 夫人不必担忧 一会见面便知 这次不过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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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父姑母 我回来了 你怎么会回来 自然是与宋公子一同回来的 公爷 夫人 我们又见面了 不知公子为何会带他一起前来 夫人有所不知 此前在府内 我就对儒儿一见倾心 我与儒儿之间似乎有着某些不解之缘 上次离开礼府之后 我们再次遇见彼此 两心相悦 便不希望再次错过了 公母 此前的事是儒儿不对 儒儿原本也没有脸面再来见你 但 如今宋公子与我情深意浓 还非说一刻也不想和我分开 儒儿实在不忍拒绝她的一片心意 只好冒昧前来打扰了 儒儿 公爷和夫人不是想来最疼你 你早晚要嫁入我们宋家了 不如借此机会 向公爷夫人如实禀告 不是正好吗 姑母 难道您还在生儒儿的气啊 你与宋公子情投意合 才子配家人 我们一家上下自当好好祝福 就是不知宋公子此番前来所为何事啊 我走之后 得知舍妹的婚事已有定论 特此按照父亲的吩咐 来此商定婚事事业 如今宋小姐与三弟情投意合 大婚在即 的确应该好好安排你 姑父 姑母 在这之前 如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们 很適合你 我不会的 我老婆 不自我 不在乎 对不起 嗯 你喜欢 你喜欢 注意 对不起 好 少夫人 您多少吃点吧 您不能因为思念公子 就饿坏自己身子呀 若是公子归来 您却病倒了 那可怎么办呀 少夫人 少夫人 来人哪 贵尘大夫 我这个独裁 除了叶之汗 还能让谁看 没啥 放心吧 我没事 少夫人 奴婢实在是心疼 这些都是您从前一向最爱的 如今却因为与公子分离 患上这么重的相思病 连最爱的鱼头汤都使不知味了 情深至此 奴婢实在是太感动了 真的是因为相思病啊 罗管事 来人啊 在 立刻带少夫人去厅堂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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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宫月夫人 人带到 喜若 你是否怀有身孕 你腹中的孩子 到底是真是假 你告诉我 姑母 我一早就说过 她根本就没有身孕 从头至尾 她都是在欺骗你 欺骗整个离府 我现在只想听你亲口告诉我 从头至尾 你难道都在欺骗我们 说 宫月 夫人 你们误会了 这都是梅香的主意 和少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这个贱婢 死到临头了还替她撒谎狡辩 你早就知道她身孕是假 却隐瞒不报 你以为你拖得了甘心 父亲 母亲 父亲 母亲 是孩儿的错 对不起 我欺骗了大家 姑母 姑母 这个女人的养母之前就犯下大错 如今更是胆大妄为 撒下如此弥天大谎 我看 这个女人对离府必有所图 不 父亲 假装怀孕确实是我的错 但是我对您 对整个离府上下 绝无任何不轨意图 二哥 此事 虽是雄熙若有错在先 但这些时日以来 她对咱们离府的用心 每个人都看在眼里 我愿以性命担保 雄熙若 绝无半点图谋不轨之心 事已至此 三爷还在为此人开拓 莫不是三爷也与此事有关 你给我住口 谁允许你在这里撒野 三爷 如二不过是替离府着想 您何必如此大动肝火 统统给我住口 你说 父亲 母亲 刚才所说的一切 我都承认了 是 我就是一个出身一房的平凡女子 我 关于腹中孩儿的事情 是我一开始诓骗了大公子 但是 自从进了离府之后 你们真的对我太好了 好到 好到我 害怕失去你们 害怕让你们伤心 而因为贪婪这种 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幸福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世纪 是个大骗子 是个大坏蛋 父亲 我 无论您 怎么处置我 我都认罚 但是我发誓 我 我对您 对整个离府 绝无半点虚假的感情 姑父 按照离府规矩 犯下如此重罪 应当障毙处置 应当障毙处置 来人 在 在 将熊熙弱 诸出离府 是 是 二哥 不要说了 姑父 他明明 就这么决定了 沈夫人 沈夫人 让开 我要跟少夫人一起笑 少夫人 让开 少夫人 他现在只是被离府 逐出家门的骗子 你还敢再叫他少夫人 少夫人 放开我 放开我 少夫人 我要跟你一起走 别打了 该死的奴婢 你若胆敢再上前一步 那就是罪奴私逃 少夫人 没想到你不许再上枪了 父亲对我这样 已经是大恩了 你好好在府里待着 别人在为我受牵连 少夫人 我现在 已经不是离府的少夫人 我就是熊熙 离府之外 才是我熊熙弱的天地 少夫人 雷香 放开我 好 好 好 有没有 驾 驾 驾 双号码 休褚前天 明白堵守 是 驾 来 太大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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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瞧 今天来了这么多客人 阿娘 您心急急 我好想您 公子里边请 今天客人真多 可不是吧 阿娘 姑娘 找谁啊 我找我阿娘 阿娘 阿娘 我阿娘 是这儿的老板娘 老板娘 这一碗我顶下了 是找我吗姑娘 姑娘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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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反正今日都是一死 我 我跟你们同归于尽 大魔头 你在哪儿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一天 行 公子 是 你 作用梦了 不知为何 总觉得引药会发生什么 什么时辰了 卯时 天快亮了 卯时 背马 提前行动 是 公子 蚂蚁备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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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祖公 李鸿兵已经追到这里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你们走吧 去找你们真正的主公 我已经不想再逃了 为啥子 走 离开这云阳 我还能去哪儿 都走吧 我会用我自己的能力 都会本来属于我的东西 伯父 父亲请您回去 真好 我也想见见他 带走 给我搜 是 报 大公子 府里有便 我必须先行一步回云阳 你们路上务必盯紧他的一举一动 尽快再回礼府 是 大公子 大公子 您回来了 少夫人呢 少夫人她 大公子 伏人 别生气了 父亲 母亲 齐若呢 宁儿 你先冷静一些 父亲 齐若他为何不在府内 你们把他怎么了 好 既然你们不说 我自己去找 够了 宾儿 你就知道问我们对他做了什么 你为什么不问问 他到底骗了我们什么 宾儿啊 这个齐若撒下如此迷天大火 你说他 不管他的事都是我的错 到现在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帮他说话是吧 是啊 是他诓骗我们在先 我们如今网开一面 已经是对他最大的饶暑了 父亲 母亲 孩儿只是想知道 不 齐若现在在哪儿 你无须知道 就算你把他找回来了 我们礼府 也绝对不会接受他这样一个 谎话连骗的女子 既然如此 孩儿就只能与他一同 离开礼府了 你说什么 你说他这是什么呀 父亲 母亲 都是孩儿的错 若不是在孩儿的要求下 熹若断然不敢撒下这迷天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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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既然熹若有罪 熹若更难辞其咎 孩儿更难辞其咎 李莺 被驱逐出府 被驱逐出府 你要跟他一起走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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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你怎么这样对你母亲说话 就为了这么一个女子 你要如此不孝吗你 望母亲成全 来人 在 把他给我关起来 没有我的允许 保证他离开向枫岳半步 是 夫人 夫人 别生气啊 不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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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送给你的 你不觉得跟你长得还有点像吗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我要是知道这只狼狗这么英俊 我宁愿被你吓唬一千遍 我发誓绝对不会让你救的 我也答应你 无论什么时候 一定乖乖等你回来 傻瓜 到底去哪儿了 说谁是傻瓜呢 又趁我不在的时候 偷偷说我的坏话是不是 夫君 你不在的时候 父亲整天拉着我向小小便的名字 可是 我哪里能想出什么好名字 所以 我就把义管里姐姐们的名字 都念了一遍 什么 什么 春梅啊 秋菊啊 杨柳啊 秋菱啊 差点被父亲骂个半死 不过 好在我会画画 你看 这就是 我给小小便画的样子 脸蛋 嘴巴 眼睛 画得像我 精致可爱 我看看 夫君的鼻子生得很好 那这个 就留给你好了 心中泛起了 涟漪像风起 如此美丽 破似梦中的光景 任谁愿意被吵醒 绵长光阴伤的都是你 水墨照胆起 浪漫的谢意 谢一只手去穿心 堂堂礼斧大公子 英勇潇洒 竟然躲在自己的书房里 半夜哭鼻子 谁哭鼻子了 你怎么又穿这身衣服 你不在的时候 我总穿这身衣服 没事就偷偷溜出府 吃香的喝辣的 谁也认不出来我 我可开心了 和新书给你 没有我的日子 你真的这么开心吗 你不在的时候 我天天想着你 我想去找你 也不知该去哪儿 这样的日子实在太难了 大魔头 你快回来吧 我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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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的谢意 写一只手去穿心 想着你的心 想着你的心 是否为爱找了你 轻易生产无绝情 几朵欢笑几朵情 几朵欢笑几朵情 借引你而起 越靠近 越无法抽离 想要偷窃你的心 却丢失自己 金色年华和新书给你 来 站住 我来给大公子送饭 大公子 快救救少夫人吧 没想 少夫人被赶出府后 我就被发派到了厨房做下铺 听闻大公子回来 我几经周折才回到院中报信 这次 如儿小姐和宋公子一同前来 就是想要置少夫人于死地 恐怕到了府外 他们也绝不会放过少夫人的 阿茂呢 我明明吩咐她留在云药暗中保护 夕若 夕若出世时 她也不在 大公子 您不 来人 公子 您别为难我们 父亲那里我自会交代 今日我必须离开 大哥 多日不见 你为何还是这般鲁莽冲动 鸿玉 连你也要拦我 怎么说我也是雄夕若的师父 这个时候 总不能见死不救了 我看你们今天谁敢拦我 公子慢走 公爷 夫人 大公子 逃走了 就只剩下梅香了 大公子逃走了 公爷 夫人 只要你们肯放过少夫人 梅香宁可以死 碧儿从小到大 都没有忤逆过我们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都是因为那个女人 夫人 您冷静下来想一想 西若虽然身孕是假 但是她舍命救我 逗咱们开心 可都是真心实意的 再说鸣儿有了她的陪伴 便不再体会军营的事 整个人也乐观了许多 我相信这段时日以来 她对咱们的感情 夫人不会察觉不到的 那你什么意思 难道是我们做错了吗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没有谁真的做错了 只是当日如儿 在宋家人面前揭穿此事 行事所逼 我们才不得已如此的 儿孙自有儿孙福 随他们去吧 她 过得还好吗 我们找到她的时候 她正被千半脸的人追杀 虽然我们救了她 但是 但是什么 她 傻了 残了 都怪我回来的太晚了 她现在好不容易才离开李府 你确定她回去之后 不会继续受到伤害 我需要再见到她 我需要再见到她 亲自向她道歉 这可是你自己决定的 怕了 我才不怕呢 等一会儿的场面 若是伤了你的心 可别怪我 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愿意承担 我都愿意承担 我愿意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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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定了那门轻视以后 排击是越来越差 调心啊 夫君 女婿啊 你怎么大门不走走后门啊 岳母 来来来 正好我们打马吊呢 快来啊 快来啊 来来来坐这坐这 到我这来啊 师父 大猫 吃下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岳母 宁血啊 这是辛若特意为你准备的 你们坐下来慢慢吃 一边吃一边聊 我先忙去了啊 除了二弟 为何其他人也会在此处 叶志涵和宁心 拿着你送的聘礼钱 买下了这栋宅子 阿年和其他的姑娘们 也住进来了 那日师父和阿某 在街道上把我救下来 就暂时安顿在了这里 我心想嘛 待在这里没什么事 就把大家都叫出府来了 我们偶尔打打马吊 挣点小钱 也挺高兴的 热闹热闹 是不是小师父 师父 那我们也去厨房帮忙了 你去厨房吧 不 对 啊 父亲 你看这一桌子菜 都是我特意给你做的 我学了好久呢 你 尝尝这块红烧肉 可香了 还有 这个鸡汤 也是我炖了好几个时辰 才做出来的 这儿这么多男人 我怎么知道你是为谁学的 是为谁学猎 may be 你也还要是为谁学的 钥匙 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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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嘣嘣嘣嘣 gr 如此美丽 破似梦中的光景 任谁愿意被吵醒 连长光影响的都是你 几多欢笑几多情 牵引你而行 越靠近越无法冲凌 想要偷窃你的心 却丢失自己 金色年华和新书给你 心中泛起了涟漪 像风景如此美丽 破似梦中的光景 任谁愿意被吵醒 连长光影响的都是你 几多欢笑几多情 牵引你而行 越靠近越无法冲凌 想要偷窃你的心 却丢失自己 金色年华和新书给你 几多欢笑几多情 几多欢笑几多情 牵引你而行 越靠近越无法冲凌 想要偷窃你的心 却丢失自己 金色年华和新书给你 金色年华和新书给你